早安 煮食都有化學原理及秘基 調味料先後次序 處理食材的小技巧 原來全都與化學作用 下飾背後的原理 就可以令食物煮出來的味道 和口感更上一層樓 Ebby,雖然我是第一次見你 但你有一種莫名很親切的感覺 很兇 因為… 當然,我們倆都是從紅轉大學出來的 一定是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也讓你說了 拋壞書包而已 我的專長也是煮食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看上去好像很困難的 但其實家裡都是輕易煮的雞粥 好 走吧… Ebby,你真的很細心 你第一次見到我 就已經把雞拆開了 我知道我害怕雞 我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少人會害怕雞 但一知道,立即覺得 應該要把它分成一件事 我看見你整隻雞拿出來 如果我這種怕雞的人想做 可以買一些雞件嗎 其實也可以 但我們今天會自己去拆雞 因為如果自己拆雞 就可以保留多一點雞骨 待會我們準備雞的高湯 就會做得更濃郁 可能我以後也吃不回這個味道 你快教我做吧 現在也有 我會做你的雞粥廚師 好 首先我們先處理雞 我們會加一些醬油 然後會加一個蠔油 即醃一醃 加一點鹽 微軟 還有花雕酒 把薑絲放進雞件裡 就可以攪拌 然後放在冰箱裡 冷藏備用 因為第一雞的高湯要煮兩小時 現在雞件在冷藏備用 同時我們可以先煎雞 首先我們會先加葡萄籽油 為何用葡萄籽油 平時都是花生油、芥花籽油 它比較健康 比起花生油 原來這樣是否比較貴 葡萄籽油 也會比較貴 稍微加一點 稍微加起來 聽到聲音 它就會彈油 所以大家要小心 而且準備好改變 我已經準備好 我跟著你的指示拿著 我現在是否比某個國家隊長 遲到某個國家隊長 對 何時蓋上去 可以先蓋上去 蓋上去 好 然後在裡面煎的時候 我們待會要煎30秒至1分鐘 然後煎至金黃色後 我們就可以反轉煎另一邊 我們看到它有點霧煙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開開一點 然後將它煎另一邊 好,現在兩邊都看到有一點金黃色 有焦香的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少許薑田 為何不之前加這個步驟 即是這個才加 你看到剛才我們煎的時候 用大火 溫度非常高 那時候放薑片進去就很容易焦 焦了之後 裡面的雞就會混雜了一些焦味 我們可以蓋上蓋上 好 那就會影響到我們待會的高湯 可能會沾染其他味道 但我們又很需要這個薑 去做一個提鮮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在後一點的時間 再加進去 我覺得這個粥其實挺懶人的 因為就算有些過濃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 它會有可能焦的情況 因為它本身的雞骨已經充滿了油脂 現在也是在擠出雞的油 所以你可以放在這裡 可能做其他事情也沒問題 其實煎到這個狀態 好像很好吃 應該是再拿去煮粥 馬上拿出雞手來吃 那就不吃了,整個鍋都不吃了 但因為Ebby很貌困 現在你特地煮,我很想吃 但看到雞爪,我又不吃得 開始聽到有些滋滋聲 其實兩邊已經煎到 變成焦香的狀態 要做一個步驟,就是加水 水倒進去,蓋過雞肉,可以嗎 可以 然後就可以蓋上去 然後這個步驟,可以等待兩小時 這個就是我們煮了兩小時的精華 太好了,我就是等待這一刻 因為已經沒有雞肉在裡面 對 我覺得這個高湯很美味 只是湯不夠,你經常去日本吧 今天我帶了日本新式的米給你 我們就做今天的主角 平時的米可以放在冰箱裡 冷藏一晚 因為很冷,湯很熱 它會容易令米的結構分解 容易會爆米花 原來是這樣 平時吃粥這麼綿,要先冷藏 之後我們可以調中大火 然後把粥燒起 記得平時煮粥的時候 記得要加熱水加米 千萬不要冷水加米 因為冷水加米會黏著 熱水時會滾起 就不會那麼容易黏著 我連這個也不知道 我真的很少煮粥 因為坦白說,我平時不太喜歡吃粥 我最喜歡吃的粥是本粥嗎 即是韓國那種 我喜歡吃潮州粥 有很多配料 對,而且米反而不太綿 我會喜歡 但我覺得經過這一刻後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味道的問題 我喜歡吃的味道 而且用生米煮粥 現在用雞湯煮生米 雞湯會全放進米裡 所以粒粒也會有雞湯的精華 你這樣形容了 我真的很期待味道 現在加了米後要等多久 我們要等它一個小時 有空時要攪拌一下 讓它避免黏著 我剛才看到湯 雖然它很濃郁 但雞油比我平時看到的雞粥 好像真的比較少 對,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雞油 因為雞油是雞粥的小靈魂 可以令整個雞粥變得更香 好,沒問題 對,我沒有這方面的潔癖 即是油,我也會照顧吃 你這麼瘦,還要大量的雞湯 可以增肥 對,好吃我就會吃 你煮我就會吃 好,已經煮了一小時 然後我們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就是將我們在冰箱 已經醃了差不多兩小時的雞件 加入粥裡 然後再煮八分鐘 就可以吃了 很開心,我可以吃這麼高級的粥 又是新式的米 還有酒地雞 全部都是貴的,一定好吃 馬上要說那些難題 才配得上高級的味道 不是,我平時吃… 總之不肚痛就行了,要求很低 但吃到這麼漂亮的東西也很開心 這個粥是挺適合肚痛的時候吃 真的嗎 這樣就對了,你也知道的 我剛才不是在廁所很久 所以被你發現了 原來我們可以加入蔥段 然後就略略攪拌勻 你看到雞肉也慢慢變了 有少許白色 我們就可以蓋上蓋子 這樣就靜待了 途中有需要,也可以攪拌一下 避免黏底 八分鐘之後 我們再加入少許的胡椒粉 還有加鹽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啊,很想這八分鐘快點過 整個吧 是不是 煲粥,最重要是沸水落米 所以會令它沸水落米 不會那麼容易黏底 另外一個方法 是可以將米預先一日 冷藏的米 冷的米會令煮粥時更容易開花 這樣就可以煮到一個美麗粥 平時不會自煮粥吃 其實也很少煮食 我想煮得最多也不可以煮 就是放到氣炸鍋裡氣炸 其他也很少可以 現在可以煮大量的西瓜 這裡可以煮小麵粥 是不是可以煮大量的 煮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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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小麵粥 不用煮小麵粥 喜歡煮小麵粥 不 самый煮大量煮大量煮小麵粥 不小心煮小麵粥 不乾포 Abbie 其實我為人很簡單 就是菜式越容易 越快做好就能吃 我就會很開心 越容易? 那蛋呢?你喜歡吃蛋嗎? 喜歡,不過蛋會否太簡單 你只要把蛋放進去 煮熟完就完蛋了 這個世界你覺得越容易的東西 其實是越難做的 我今天教你做水波蛋 水波蛋 上台做吧 好 好 Hebby,我知道有水波蛋 水波蛋是做甚麼 是你最喜歡吃的牛油果 我們今天會用牛油果 做一個水波蛋的吐司 好 其實開牛油果 我發現未必是每個人都會吃 我以為是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你中間切開後 平時你會怎樣放粒滑 用刀子撒進去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它很簡單 擠出來就可以了 那你這個牛油果是一個熟… 即是它的熟度是剛好好的 但即使它不太熟 也好 其實你擠也是擠得到 我還要用刀子撒進去 但會比較危險 它這個顏色很綠 它是品種的牛油果 有分別嗎 我平時買的比較黑 其實有分別 在不同國家或品種 口感上和甜度上 都會有分別 不過我這次 因為我們已經會 放很多不同的調味料 所以其實用哪個國家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 把牛油果 盡量用筋子 慢慢採上去 其實它的熟度已經很熟 所以很容易 已經可以分成一格格 我有時會喜歡吃一點硬 可以咬到的 如果太熟、太軟 我就會覺得… 一批東西 對,像醬一樣,我也不可以 然後我們準備一些芫荽和薄荷葉 比例是1比1就可以了 我個人是不吃芫荽 先放一點點 AGI的牛油果 水煲蛋吐司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小芫荽 太好了 我剛才以為這是番茜 誰知道你一撕 接著那個味道已經出賣了 對,但我覺得你選擇薄荷葉 又很有趣、很特別 為何你會這樣選擇 因為薄荷葉聞上去也很清香 其實只是聞起來 已經令人很有食慾 也是,用來提神 如果加上一杯咖啡 馬上超級精神 其實本身蘋果和牛油果 都是自己會自然吹熟的水果 只要放進去也會熟 但蘋果比牛油果趨熟的程度 會快一點 香蕉也是 所以把這兩樣東西放進去 跟牛油果一起 就會更快熟 所以就… 這麼有趣嗎 對 即它們會互相影響 對,好像人一樣 所以你是牛油果 現在我是蘋果 然後我們可以加少許調味料 即少量白胡椒粉 再加上鹽 我平時比較喜歡用鹽花 你摸一下手感 跟平時的鹽很不同 對,其實鹽花也比較貴 對,但它比較好用 而且它沒有那麼鹹 好,然後再加少許檸檬汁 為什麼要加檸檬汁 檸檬汁也是一個很開胃的調味料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礦氧化 平時用牛油果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它會變色 然後黑漆漆的就很沒吃肉 但是加完檸檬汁之後 它就可以保持到現在 你看到的很脆綠色的顏色 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牛油果的醬 那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 就是我們的水波蛋 應該是我這個菜中 最大的一個挑戰 其實是有什麼技巧的呢 以前做水波蛋 是否會教你用湯殼或保鮮子 等等去做 就是要做一個很完美的圓形 對 今天我們嘗嘗一些 不完美更加完美的狀態 我很喜歡 就是我們打一個很大的龍捲蜂 加醋是必要的 因為加醋會令到 蛋在水中更容易承認 然後打在中心裡 這個做出來的水波蛋 它就會像一個雲朵形 雖然它不是完全圓形 兩顆放在一起 其實都很可愛、很漂亮 最重要是甚麼 你弄完後放下 你就可以沖咖啡或其他東西 那它要保持在甚麼溫度 才可以走開沖咖啡 其實像剛才這樣 水滾,你看到霧泡 已經可以馬上攪拌 然後把蛋放進去 好,我喜歡這個方法 因為好像沒那麼大壓力 它… V-Style 對…V-Style 而且… 人家都可以獻記 對,好像很厲害 它是否已經成型了 對,至於生熟程度 就… 一人二二了 你自己喜歡你多熟 我一時時看過腸胃狀況 對 那不是腸胃狀況 我應該要灑一隻雞蛋 對,我現在想吃熟蛋 其實… 說笑而已,我覺得現在可以 我們就可以撈起去備用了 我們現在做完一隻之後 我們就做第二隻,成雙成對 就把蛋放在船窩的中心 那其實醋的作用是否 令水的結構不同了 對… 所以可以令蛋瓶在這裡 對 它會快速地成形 好,那第二隻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撈起它來備用了 太好了 之後我們就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做個包 首先我們先預熱鍋 然後鍋熱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牛油上去 然後就把酸種麵包的吐司 然後兩邊去煎香 現在人們很喜歡用酸種麵包 那其實為什麼酸種麵包 是比起… 這麼小的款式 而且為什麼貴這麼多呢 它用了一些不同的酵母 天然的酵母 其實雖然它的製作時間會較長 但是它相對 麵包本身自帶的益生菌 也會較多 還有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對酵質或麵包 裡面的成分敏感的人 他們反而對酸種麵包的成分 可能可以吃得到 即它沒有那麼容易令人腸胃敏感 健康一點 對,這樣就先蘸一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蘸另一邊 總之所有美味的東西加起來 但又很容易做 酸種麵包吃下去的口感 跟平時的麵包有少許不同 它會偏硬 而且帶微酸 當它表面已經有一層薄薄的脆脆的時候 我們待會再放在上面 放牛油果醬的時候 它就不會立即令麵包濕透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上 剛剛我們要放的東西 我們剛才做了這個牛油果醬 牛油果醬是我們的基底 麻煩全入了 全部 馬上放海涼進去 我覺得自己做的食物 有一點很好 就是你喜歡吃某種食材 你可以放很多進去 對,然後不需要加錢 對,會放很多進去 好,然後我們按鴨少許 放一個凹凹 待蛋可以坐得舒服服 去到它們應有的位置 最緊張的時刻 我們就等它成功著陸 它很成功,而且坐得很穩 它這個王位 對… 還有剛才的薄荷葉 車來騎 又回車來騎馬上整個感覺 好像新鮮一樣 對,而且紅紅綠綠 令食肉更加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製成品 放在我們的上菜碟上 然後加少許橄欖油 令顏色更加漂亮 加少許白胡椒粉 把白胡椒粉放進去 令它的顏色更加好看 最後要替它化一個美妝 這個透色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 牛油果水波蛋草絲,阿子版 因為它是多牛油果的 還有小芫荽 很多人在做水波蛋 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覺得很難去承認 今天就教了大家 先在水裡加醋 這樣就可以幫助整個蛋 容易承認 牛油果我很喜歡吃 不知為何小時候不喜歡 然後大時候就喜歡了 因為知道它是一件很漂亮的脂肪 所以它所有製品 我都喜歡吃 你想吃誰 我想先吃一個暖暖的雞粥 好,我們一起暖暖的位置 好 很好吃 我發現原來我不是不喜歡吃粥 我是不喜歡吃不好吃的粥 這個真的很好吃 整個粥 我覺得好像在喝一鍋很濃的雞湯 而且它是用山米煲 然後山米吸收雞湯的味道 每顆米粒裡 裡面都有濃濃的雞湯味 對,而且我終於明白 甚麼是爆米花 即是把那顆米爆開 所以超級綿 大家看到粥的顏色已經出賣了 很入味,超級濃郁的一個粥 才會是這個顏色 而合為一了 感覺到它有點甜 是否因為花雕酒的味道 對,因為用來醃雞湯 令雞肉帶鮮味 還會留下一些甘甜的口感 留在雞腱裡 前面的牛油果多次是這樣引誘 我也很想試一下 拉開牛油果 剛才我偷偷你試味的時候 你不是加了薄荷葉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 從來沒試過 但又很配,出奇地 而且你可以加很多不同 你自己喜歡吃的香醋 例如迷疊香等等的香料 牛油再煎酸重麵包 做到你說的那種外面脆 然後裡面有一點咬口的麵包 而且它很健康 因為有時隔著你拍攝 你可能有時要減肥或要修身 這是一個超健康的選擇 是,這樣很適合我 因為我通常都不收口 我會照樣吃很多東西 但又很想瘦 即是減肥只是口號的人 所以這麼健康 我又可以自己做 多開心 就要算讓你按一個消沉 是減肥是選擇的 請你一番好 rem Two 好 Ding 要交水 理由 謝謝